那个女孩仅在一夜之间就从女高中生变成了土地神 还成了妖怪口中的唐僧肉 为了活命吻上了狐狸精 奈奈生有个是赌诚性的爸爸 她欠了一屁股赌债 无家可归的她只得流浪接头 远处传来求救生 她把狗赶走救下男人 男人十分怕狗 可她说明了家里的情况 男人先是震惊又是同情最后变成了惭愧 因为她也离家出走十年 不过这也比无家可归的奈奈生好得多 男人高深莫测地说可以把我的家让给你 还给了奈奈生一个额头吻 之后便消失在夜色中 奈奈生拿着地图来到了一家神社前 周围黑咕咿咚一看就被骗了 突然身后冒出两团鬼火 欢迎回来 玉影大人 这显然是鬼屋啊 奈奈生吓得连连后退入了神社 只见一个身影若隐若现 仔细一瞧居然是个狐狸精 她上来就是一顿狂喷 结果两人互相看走眼 空气中顿时弥漫着刚大的气息 原来狐狸精认错人了 表示她不是狱眼 可两个鬼火却说她就是土地神 额头上有着土地神的神音 身上还有神的气息 这个狐狸精是个狐妖 名叫八卫 刚才救的男人是这个地方的土地神